因為鋼筋外露 它全部破紅 強震過後 首度重返家園 曾經溫暖的家現在猶如廢墟 牆面破洞 鋼筋裸露 竟能透露光線 石塊碎到床上 慘不忍睹 後面看起來就很恐怖 再往裡偷走 住戶心更痛 滿地磁磚水泥如同戰爭過後 天花板搖搖欲墜 看起來隨時會崩塌 這個家還能住人嗎 坐起來就知道了 新北市土城延吉街 這排公寓內部受創嚴重 隔天經過檢測 多數住戶可以返家居住 但還是有人有家歸不得 我們二三四樓 基本上沒有損壞這麼嚴重 也不是說都沒有損壞 而是沒有損壞這麼嚴重 我們的一樓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回不了家 管理好了 整個亂七八糟 整個裡面好像被清晰掃掉 據了解這排公寓 屋領約四十一年 其中二九六項九號這棟 災損情形嚴重 還需結構補強 一到五樓共五戶還不能回家 上午新北市長侯友宜 雖有來視察 承諾若安全無餘 會讓所有人儘速返家 但在受災戶心中 還是有好多問號 主要的就是說 看政府能不能幫我們 就是以方案來都更 否則的話 這個房子怎麼樣住 它都不會安全的 一場強震 家園半毀 雖說期盼都更 但難度有多高 受災戶心知肚明 想回到溫暖且安全的家 恐怕還遙遙無期 三立新聞 江文賢 陳玉璇 新北市報導